一个人如何受到人的尊重 一个很重要的奥秘 我送你就这两个字 就叫恭敬 所以我到各地 我到哪里 我都告诉我的弟子说 人没有因为你的职位的高低 人格有差异的 每一个人都是人格平等 所以今天我从北京赶到河北来 我住饭店 经常我的弟子会看到很压抑 为什么保安看到我会敬你 为什么阿姨扫地看到我会敬你 他们都不知道 当我进这个饭店的时候 我跟他们打招呼 都是给他们行李致敬 我请这个阿姨来打扫 都是很客气很恭敬的 阿姨啊 辛苦你了 谢谢你 我的房间可以打扫了 很抱歉啊 因为我的弟子多 把房间都弄乱了 对不起啊 辛苦你了 他都这么说呀 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应该的 有时候我都讲呀 阿姨啊 矿钱水只有两瓶 少了一点啊 我的朋友多 可以多放两瓶吗 你算钱无所谓的 当我演讲回来的时候呀 哎我的妈呀 放了一打在里面 你就可以知道 以人为上 对人的弓箭 一个小小的服务员 他就可以很大的福报给你 所以我们也期盼每个人 在平时生活的时候 一定不要有分别心 对人一定要懂得恭敬 对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